大家好,我是红杨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有特色的面食 既能当早餐,又能当零食 做法比油条还简单 妈托是红洞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 它外脆里软,香甜可口 但是为什么叫妈托?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先在碗中放入一点麦芽糖 再放入两勺的水 把麦芽糖稀释开 接着放入两克酵母 搅拌至酵母融化 然后静止五分钟 在大碗中放入150克面粉 再打入两个鸡蛋 再倒入麦芽糖水 用筷子搅拌 使面粉充分的吸收麦芽糖水 把面搅拌成絮状后 揉成光滑的面团 用麦芽糖和面比较粘手 所以我们少淋上点油 面团揉光滑后 扣上盖子 放到阳光处 开始发面 现在我们再来和一个死面团 大碗中倒入150克的面粉 分次加入80克的冷水 把面搅拌成絮状后 揉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揉光滑后 开始醒面 40分钟后面已经发好了 按板上撒上白面 将它放到案板上 然后将发好的面揉匀排气 面排好气后 把它擀成一个大约0.5厘米的圆饼 圆饼擀好后放到一旁备用 我们再来揉一下紫面 然后也擀成一个圆饼 白色的面饼擀好后 将麦芽糖的面饼铺在上面 在上面抹上一层油 油抹好后将它对折 然后切成竖条 喜欢吃酥脆的面饼就要擀薄些 喜欢吃松软的就要擀的稍微厚一些 锅中倒入油 油温漆成热的时候 我们捏一下边缘 然后下入切好的薯条 炸至表面金黄后将它捞出 妈托就做好了 比油条简单 味道也不输给油条 但是唯一疑惑的就是 它为什么叫妈托呢 弘扬期待大家的留言 喜欢弘扬别忘记给弘扬点关注哦